作词 李宗盛 归何处是海的漩漠 思念在时光穿梭 那双绚烂烟花 想说的话太多 花断下许个愿望带我入梦 一束镂孔月色 银上花开红尘遍避留遗憾 曾舍得曾落实的 故事已搏搏折 狂傲的心中去尘化 只有为她不舍 已是尘埃的承诺 当下彩头她心愿 轻衣装向前更望 骄傲一生心中躲破 我爱你 君花做 情依尘尘 那双绚烂眼光 想说的话太多 花断下许个愿望带我入梦 空气一波多长 狂傲的心容 只尘化只有为她不舍 承诺 你真的来了 大侠你真的来了 谁啊 来了来了 谁啊 你喝酒了 我要不喝点酒 怎么好意思来见 踏平江湖不平式的花大侠呢 原来是酒壮松人打 可惜我真不欢迎松人 撒手 那可不行 我还没有听到花大侠 昨日寻杀仗义的英雄事迹 好啊 想听是吧 那我让你听个够 那几个废徒啊 可个个都是武功盖世 身体轻壮 哎 小侠是一瞬间 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最小 但是 在关键时刻 原和大侠咻 撞一枪 三枪 撞一枪 撞了敌人 小侠是终于化险为夷 厉害了啊 其实呢 有人也问了 这小侠是 原和不多找几个帮手啊 哎 这事说来荒唐啊 小侠是其实在无奈之下 也找过一个大名鼎鼎的海上 枭雄 只可惜 这个枭雄 并无半点狭义心肠 见小侠是心急 便漫天要加克一挑难 小侠是不想收妖心 又想救姑娘 没办法 只好只身犯险了 这什么小侠 教什么人啊这是 教什么人啊这是 善民就是个窝囊笨 对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我一样 就在这盛名之下 有些人呢 是名副其实 比如说 约克大侠 可有的人呢 就是其实难副啊 其实难副 有道理 说得好 别走啊 坐下 你就不想听听 云和大侠 是怎么行侠仗义的吗 我很忙 没空听你这个小丫头片子 冰箍式 没事干了是不是啊 走了啊 走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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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老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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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不行不行我得去确认一下 大嫂 晓阳城昨天晚上干嘛了 在房间里喝酒 喝酒 小二 昨天晚上那个房间的人在干什么呀 您说的这位爷啊 昨晚在屋里喝了一整宿的酒 哦 谢谢啊 没事儿 哎呀 这店里的存酒啊 昨日一晚上 都被那官人给包园了 我们是送了一趟又一趟 对对对 这就对了吗 谢谢掌柜的 不客气 金雄 好 所以 他就是镇南王的四公子 也是我爹的学生 结果他对你们 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赵公子 是镇南王的四公子 你爹的学生 他还是受你爹之托带你回去的 这么说 你是担心受罚 才叫我们拦着他的 抱歉啊金雄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还会害得你们被官府扣起来 是啊 谁能想得到啊 我们堂堂 我们堂堂金公子 几乎因为这种理由 追着别人家满大街的去碰瓷 好巧不巧 碰瓷到王爷家的公子身上 你哪怕跟我们说也好啊 我哪知道你们会用那种方法拦他 少爷 他还说你方法不对 我没有 行了 蓝色 人家容姑娘也是一时情急 人之常情 哇 金雄 你真的是高风亮节 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要不 我给你讲讲云和大侠的故事 全当赔罪吧 我们公子 云和大侠的书都能倒背如流 还用你去讲 不是 昨天晚上云和大侠突然出现 把我从黑龙帮爪牙里面救出来的事情 你们还不知道吧 你是说 昨天云和大侠出现了 对啊 还给了我一个信物呢 等一下 你们看 就这破铃铛 他是不是还告诉你说 只要一摇铃铛它就会出现 对啊 那你摇啊 我看他出不出来 来 这儿 你别闹了 让容姑娘把话说完 容姑娘 愿问其下 好 昨天晚上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呢 跟小枫准备了一堆 云和大侠曾经用过的东西 马头上 到底怎么会使你 啊 那个 是 是那个号称 云和大侠的人 叫的去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 他 他 他知道 海市总马头的事 而且 他还知道 那半张藏宝图 在 咱们手里 难道说 那半张宝图 在他手上 你赶紧去查一下 这个云和大侠 到底是什么人 是 哎呀 金凶 别送了吗 多谢容姑娘 分享云和大侠异事 生动至极 在下 真的十分感激 哎呀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就这么定了 好 我回去了 来生啊 容姑娘她们 有说她们今天要去哪儿吗 谁知道她们搞什么鬼 门口挂个闭关的牌子 小回就守在门口 我 我家小姐不去等会儿 哪儿也不去 谁 谁也不想见 就 就像一个人在这儿 好了 来生 是吗 这样也好 咱们也该忙咱们的事 嗯 好 好 好好好 非常抱歉 对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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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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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例子 上啊 为什么又是我 对付她你比我好使啊 我去 快点 你比我有魅力呀 哎 嗯 老后吧 你饿吗 带你吃饭去 那要不 我们逛街去吧 行不行 嗯 哎呀 你不能待在这儿 你跟我媳妇们待一会儿 行不行 嗯 你不听话是不是 让你别给我度粗咯 嗯 大佑 怎么办呢 大哥 是让你把他红皱 没让你把他打晕啊 我 我没用 我没用 我都没碰到他自己晕哪 想办法呀 云和大侠 前程 我看你弄了一桌菜 原来是董云和大侠月孝优惠啊 这不是给你吃的 你放下 放下 你还真以为他会来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我好听提醒你一下嘛 那我说啊 你可能是腰都不够响 狂死我 这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秦晓晓 我要杀了你 你让我出来 我怎么说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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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的 他晕倒了 老大 是你让我去找小慧的 现在出了事 你可不能不管了 老大 行行 别死了 老大 什么意思 哎 大友 这怎么办 你自己问题自己解决 老大不仗义 你也不仗义 哎 晓晓晓 你又搞什么鬼 我 晓晓 我 我起来 我 好 慢点 慢点 回去告诉秦晓晓 再来我这里捣乱的话 杀无赦 慢点 慢点就回 行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 不 少爷 你也别怪我多话 容姑娘确实挺招人喜欢的 可是 我总觉得这不是个事啊 怎么就不是个事啊 她是天处高国大门的嫡女 又跟王子王孙沾亲带过 中间隔着家世国事 这也太麻烦了 容姑娘 她古道热肠 心地纯彻 绝不是那种 世俗眼光定义的凡尘语词 既然少爷 你这么有把握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身份 告诉他 再等等吧 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 我自然会尽口告诉他 还有事 还中国 把手头寻成 还烟肠 哦 虽然说 是录不错 什么事 就你要许你 我许你 这ヒト 谁 你 我许你 这是 你 coming 你 我许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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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一醒 你别吵 我都没睡啊 小姐 我昨天晚上睡了 八宿都没睡吧 外面都传遍了 余鹤大侠 昨天晚上去等室了 余鹤大侠 什么 不是 我昨天为什么要在房间里发灾啊 小姑娘 你见过余鹤大侠了 我没看见 可是我爹说 昨天余鹤大侠救人的时候 打翻了花灯 火星就见到手上 还有呢 我爹还说 他差点成了考课 考课你知道吗 考课 余鹤大侠 看见了 那天 他忽然从我身边走过 我 真的偶修感 是吧 是吧 就是 他的发型有点乱 发型 嗯 头发上 好像一股子糊味 糊味 嗯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呢 好吧 余鹤大侠 看见了 当然看见了 姑娘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因为看见了 云鹤大侠火中救人的身姿 听 我才有感而发 捏走了一款敌人 啊 瞧瞧 云鹤大侠身披火焰 不是 一路上那是火花带上烟 这个 还救人的时候啊 崩堤多帅啊 你看这造型 哎 姑娘 哎 怎么走啊 哎 这么贵的客栈 连件衣服都洗不干净 你看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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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印子 这怎么穿啊 赶紧拿去把它洗掉 是是是 小的这就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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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刚刚怎么了 也不知道昨日金公子 从哪儿沾了些猪油 我都洗半天了 可他还嫌洗不干净 哦 加油啊 小的先告退了 嗯 猪油 金兄 嘿嘿 容姑娘 三十年的沉酿 容姑娘可真是银而有幸啊 那是自然 嗯 你不说平書最喜欢情啊张忆了吗 你功夫怎么这么差劲啊 谁说信价张艺只能靠功夫 莫非 他在刻意隐瞒 不行 我再想想办法 难道他在刻意隐藏我功 难道他在刻意隐藏我功 不行 尖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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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得昨天晚上我摇铃铛的时候 你没出现 原来是去行下仗义了呀 那我原谅你了 但是渔河大侠 不不不不 金雄 你放心 你发誓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往外说的 我嘴巴很严的 你 是 金雄 这是店里最贵的包子 在店里 我帮你擦吧 没事没事 那我帮你擦吧 那我给你承承风 我 你干吗呀 这金公子顺子金贵呀 你这力气太小 我力气大呀 谁要你杀了 你走开滚 我这伺候金公子 谁要伺候了 滚一边去 爸 你干吗呀 扇子都撕烂了 你干吗呀 把金公子的扇子都给弄破 我说你这个人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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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这生涯 对不起 你 上辰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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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上辰 如妹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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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 你们 那个 这不是 对对对 这里太吵了 我们去屋里说 走了 走走走 去屋里说 去屋里说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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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是谁啊 那小子是谁啊 听说 他是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一胸 什么 你疯了吧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看把我们帅一个弄的 来生 我衣服脏了 我们走吧 过分 哎呀 这姓金的还没走 又来了一个一胸 坐 坐坐坐坐坐 元明哥哥 你喝口水吧 说吧 楼下那些人 到底怎么回事 那 那些 都是江湖朋友 江湖朋友 所以 那天是你让他碰刺我的 哎呀 元明哥哥 那件事是我办的不对 要不 你就大人不计 抢人挂 把这件事忘了吧 翻片吧 翻片没问题 但是你觉得 躲得过初一 躲得过十五吗 躲不过躲不过 既然我已经找到你了 我就必须给你爹一个交代 走 跟我回去 你别急啊元明哥哥 你先坐下 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 你坐下嘛 坐下啊 元明哥哥 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你看就这么小 元明哥哥 你是我爹最喜欢的学生 别的我不求你 我就求你再帮我拖延两天时间 就两天 行吗 就两天 哎呀元明哥哥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天哪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天哪 为何啊 其实呢 其实呢 是为了 元明哥大侠 元明哥 就是那个 最近在外面传言他 嗯 我们两个已经见过面了 你跟他怎么了 还是他怎么你了 哎呀你想什么呢 就是 前两天他救了我一回 然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如果等我回去了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就想用这两天时间 跟他好好告个别 就这样 嗯 行吧 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啊 你除恶扬善 除强服辱是好事 是 但是你一个女孩姐啊 整天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 这 是是是是 元明哥哥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我都记住了 你这些话听到我耳朵 都要起剪子了 走吧走吧走吧 等我忙我自己去找你报道 好不好 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 我记住了 岳明哥哥 岳明哥哥 岳明哥哥我们快走吧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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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那小子 真是你的青梅竹马 跟你无关 那你又去哪儿 无可奉割 不是 我 道住 我姐姐的心思不在你这儿 你再怎么转也没有用 你还是 有点知名吧 鸡熊 鸡熊 你在吗 鸡熊 我真想看笑 你 鸡熊 看样子 我现在必须得跟元明哥哥回去了 肯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出来了 所以 你 能来看我吗 如果要是再也见不到云和大侠 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 你 仁姑娘 嗯 我知道你非常崇拜云和大侠 但你能理解吗 我是我 云和大侠 是云和大侠 你又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 我懂了 你是怕我因为云鹤的虚名 忽略了你吗 我不是 放心 我仰慕的是云鹤的为人 不是他的虚名 所以只要是成奸除恶 签下仗义 无论你是金凶还是云鹤 都是我的我想 什么 levar 荣姑娘可真是率真通透 在下如此 反倒显得有些�ally 没有 这样好了 你先回家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 我定会来找你 把一切说明osaur 真的 那爷为定 这么久 嘀嘀咕咕的都聊些什么呢 真是 这臭丫头不会真的喜欢 那个兔崽子吧 走吧 好 啊 小心 小灰 在房间带好 千万别出去 小姐 小灰 在房间带好 千万别出去 小姐 走 我住孩子 慌容 他们是冲我来的 你别管 冲什么拿就是冲我来 这事我管定了 啊 啊 你 白 曉 曉雯 2 2 4 5 5 6 5 6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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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少爷 来生事查 请公子责罚 行了行了 人都死了 废什么花 输下去 姓金呢 不 云鹤大侠 这黑龙帮的人为何要抓你 你应该知道点吧 少爷 其实 我并非云鹤大侠 顶替大侠之名 时又不得已苦衷 还请各位尽量 你 不是云鹤 对啊 他不是 其实在你来之前呢 真正的云鹤大侠已经出现过了 而且还仗义出手 救了我们 不对啊 我记得刚刚明明是武华仗义出手 帮你们击退了刺客 剑兄 你刚刚说 你冒充云鹤大侠 是有苦衷的 是 其实我是万江人 我 我出生于万江豪族 母亲患有喘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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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给你 finalement 我也複死了 你 我 两年前 这江阳大盗 死于云鹤大侠之手 愿饮东珠也就此销声宁剂了 所以 你假冒云鹤大侠 是为了为母亲炫药 奈何 云鹤大侠一直是神龙京守护剑尾 直到数日前 昨天晚上 云鹤大侠突然出现了 把我从黑龙帮的爪牙里面救出来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吧 得知云鹤大侠就在城中 我才决定兵性险主 招摇过世 冒名顶天 原本想为了引证主现身 不料 却引来了杀身之火 还连累了各位 实在惭愧 是 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冒牌活 没劲 走了 金兄这么成千十一 你这么无理 道歉 道 道 道歉 金兄 你的影位非死即伤 若这个时候 我不赶紧带着我的兄弟去布置防卫 怕是等下次刺客再过来 得在你坟头上给你道歉 岂有此理 白生 有劳秦兄了 金某 感激不尽 我去打灯水 给公子洗下伤口 金兄 秦上成一直就是个草盲匹夫 你千万别理会他 我不怪他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怪我